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整个第12课是我们大数据IMF传奇行动绝密课程的第一阶段的初级入门的部分 IMF传奇行动最最核心的是有一个价值千万的项目 那我会带您所有的IMF成员顿手去做这样的一个项目 你如果完成了这样一个价值千万的Spark超大型大数据项目的话 那我相信你做一切Spark项目都没有任何问题 到一切公司只要这公司任Spark 你肯定都是任你挑选 好 那我们在这一讲中主要充两个内容点跟大家分享 第一点就是我们要顿手实战Spark高可论 第二点就是在这个高可论的情况下 集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机制 我们来看一张图 OK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Spark高可论HA部分 Spark本身它是Master Sleeves结构的 也就是说它会有一个中心节点 这中心节点就是Master 因为Spark本身是计算框架 所以这里面我们谈到的Master 其实是Spark的资源调度和分配的Master 它负责整个集群的资源的调度分配 另外其他的都是Worker Worker是管理单个节点上的资源的状况的 我们这边说的资源要跟大家说清楚 资源主要指内存CPU OK 而内存CPU也是计算的核心 但我们从计算的角度 讲除了考虑内存CPU的资源以外 往往还有DiskIO或者是NetworkIO 那我们现在实际上在生产环境下 由于它是Master Sleeves的结构 所以它一定存在单点故障 也就是说Master容易出现故障 那这个时候如果出现故障 集群将不能够继续对外提供服务 当然这个生产环境下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单点故障 Spark在生产环境下采论最多的 也是通过Zookeeper做HA 那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发现业界在2014年6月份以前 现在是2016年1月15日了 2014年6月份以前 很多时候做HA一般就是一个active级别的 一个standby级别的 所谓active级别就是现在正在管理机群 并接受外界提交程序的 程序提交请求和资源分配请求的Master 那所谓standby standby就是随时准备 在Master挂掉之后 切换成active级别 来供整个集群资源的分配的需要 以及提交程序 注册程序的需要 业界最开始的时候是两个机器 做这种HA 大家看假设我们是AB两台机器 如果A出故障 Zookeeper会自动把我们切换到B 我们后面会遁守实践的 但是我们发现2014年6月份开始 一直到现在业界越来越多的把HA 从两台机器变成三台机器 OK 一般情况上讲三台机器就足够了 OK 因为你有一个是active级别的 就是一个正在提供服务了 另外两个standby模式的 如果说你active级别的出现了故障 那两个standby级别的 Zookeeper会选出一个leader 就当前正在提供服务的就叫leader 其他的都叫follower 这是Zookeeper的基本的概念了 follower肯定是跟随leader的状态的 那其实我想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设说当下active级别的master挂掉之后 是不是standby模式尊的一台机器 要被选为leader 病要变成active级别的 那如果要变成active级别的 那它是不是要恢复集群的状态 它到哪里去恢复集群的状态呢 在Zookeeper 对吧 也就是说整个集群的原数据 都是在Zookeeper中保存的 对不对 OK 这一点大家必须明确 那这里面说的原数据 请问集群的原数据包含哪些内容 这是Zookeeper中 包括了哪些具体的内容 OK Zookeeper中 包含的内容 有哪些 当然这个是原数据 哪些原数据呢 Worker Driver Application 好 不错 好 这位同学 说的非常不错 我把它复制一下 所有的 Worker Driver 和 Application Worker 这个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 因为它要管理每台机器上的计算资源 那 Driver 这个代表了正在运行的程序 对吧 Application 这个是应论程序本身 所以这些信息 在我们整个集群运行的时候 都会交给Zookeeper 所以当我们一个 Active 级别的 Master 挂掉之后 Rookeeper 会根据自己的选举机制 从 Standby 的 Master 中选取一个作为 Leader 这个 Leader 从 Standby 模式变成 Active 模式的话 它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 从 Rookeeper 中 获取整个集群的状态信息 恢复整个集群的 Worker Application Drivers 这所有的信息 这样它才能够接管整个集群的工作 而也只有到恢复完成 成功完成之后 此时被选为 Leader 的 Master 才会从 Standby 到 Recovery 然后再到正式的 Active 级别 只有到了 Active 级别 才能够接受新的作业提交的请求 我要重复一遍 只有 Standby 模式的 Master 恢复了整个集群的状态 它才能对外继续提供服务 这个对外就是我们可以继续接受 卓业提交和资源申请的请求 这里面有一层言外旨意 就是当我们 Active 级别的 Master 挂掉之后 在 Standby 模式的 Master 正式变成 Active 级别的 Master 之前 这一段时间 我们能不能向集群提交新的程序呢 不能 对吧 大家要注意这个时间是不能的 当然大家同时也要注意的是 在这个时间 集群的运行是不是还是正常的 例如说 一个程序正在运行 会不会因为 Master 的切换 而影响了这个程序的运行呢 不会 为什么 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讲透彻 就是 Master 切换的过程中 不会影响我们已有程序的运行 为什么不会 这个跟我们如 Keeper 或者备份没有关系 我看一下谁会给出正确的结果 其实原因是这样的 原因是程序在运行之前 是不是已经向 Master 申请过资源了 当我们这边谈的是 Standalone 的模式 就是出力度 就是程序在具体运行之前已经向 Master 申请过资源了 那申请过之后就是 Driver 与我们所有 Worker 分配的 Executors 进行通信 这个过程 一般情况下 不需要 Master 参与 除非说你的 Executor 有故障 OK 所以在我们的 Master 出现故障 进行切换的时候 并不影响已有的作业的运行 这个是原因 那这里面的要点就是 程序在运行之前 已经分配好资源了 这个就是 其实这是出力度的分配 出力度就是 一次性分配好资源 你后面就直接史论和副论资源 那所谓细利度 就是说你需要资源的时候再分配 然后史论完资源之后立即释放 出力度的好处就是 一次性分配资源之后 不需要再关心资源的分配 而在运行的过程中 可以让 Driver 和 Executor 进行交互 完成整个作业或者程序的运行 当然它也有一个弊端 这个弊端是 如果说我们这个 Job 有100万个任务 那其中只有一个任务没运行完的话 那这个程序就没有运行完 是不是围着100万个任务 分配的计算资源 都会闲置在那里 对吧 OK 这个是它的弊端 那细利度就没有这个弊端了 细利度就是 你有计算资源的话 你就立即分配给我这个计算任务 然后计算任务使用过这个计算资源 然后立即释放 但是细利度的弊端是什么 细利度的弊端 任务启动非常慢是吧 而且没有办法复论 而且确实有这个通信的麻烦 那如果看了这两种情况 你自己想一下 在实际一般正常的情况下 你是认出力度还是认细利度呢 如果你做大数据处理 一般都是出力度对吧 一般都是出力度 这边有人说 王老师讲的太棒了 我们这个课程是 大数据IMF传奇行动密讯课程 每一次同一个主题的内容 我们必须确保 课程质量是世界第一 所以我们必须描述的绝对系统 绝对本质和绝对符合实际生产环境 OK 这个是我们提供课程的一个基本点 好 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谈了 出力度和吸力度 其实 接下来 最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通过动手实践的角度 看一下到底怎么实现 Spark高可论HA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 今天在这里听课的一个核心目的之一 好 现在我把我的屏幕切换到我的集群中 OK 我开始分享桌面 好 现在桌面分享开始了 请问大家 现在可不可以看见我的桌面 好 可以是吧 这本有一个朋友说 这个世界第一随风的 你这个为什么要随风的呢 这个是不是一种草民思想 你为什么不能开创一个领域呢 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种思想是别人已经把什么都准备好了 给你准备好了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你最后到了最高级 然后你变成世界第一了 也就是说这个领域什么都已经完善了 你只不过是一个练级的人而已 也就有你没你没关系了 第二点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没有意思 对吧 然后最最重要的是 你现在可以从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找将Spark的人 看看有没有谁能超越我 如果你能够找到 他能够超越我 我可以让你免费加入MF传奇行动 免费交你价值千万的 Spark超大型大数据项目 好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集群环境 这个集群是前面带领大家去做的 我现在没做任何事情 那如果你做HA的话 第一步 是要下载Rulekeeper Rulekeeper自己的官网 我们可以到Hadoop 好 大家到Hadoop的首页 发现这边有很多纸项目 那你可以点击Rulekeeper 进入他的官方网站 Rulekeeper是一个 做资源协同 同步服务的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框架 或者说一个工具 而且他性能也非常非常的高 特别适合于分布式 包括你要让不同的机器状态同步 或者说你要做全局级别的配置 这个访问网络 OK 大家看一下Rulekeeper Apache.org 那大家可以点击他这个 Getting Started Download 进入他的下载页面 我下载的是最稳定的版本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下载的内容 OK 我使用的是Rulekeeper Rulekeeper 3.4.6.power.gz 那关于我使用的这个软件包 在我们课程结束后 会立即上传到 大数据IMF行动 成员 私密享有的资源专区中 大家可以下载 那你这边下载的时候 因为它最新的这个版本是3.5.1 大家看右侧可以看见 OK 而我们这个地方 使用的是3.4.6 其实3.4.6 是目前看来最稳定的Stable版本 那我个人推荐大家 使用3.4.6 当然你要可以说3.4.5 或者3.4.4 无所谓了 OK 它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那下载下来之后 解压 这个解压大家都会啊 这个我就不跟大家说太多 我们解压的时候 其实我这边是解压到了 Spark 可得这个上一集目录下 就是我们的 User Local Spark 大家看这边是不是有 RuCkeeper 3.4.6 OK 解压在这个地方之后 我们可以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配置一下系统的环境变量 这个指定 我们RuCkeeper的RuCkeeper Home 以及它的Bin 好 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我们BashRC 这边Export RuCkeeper Home 这边User Local Spark RuCkeeper 3.4.6 同时 我们在Pash中 加入了 RuCkeeper的 这个Bin目录 大家看 在这个后面 我们RuCkeeper Home OK 后面Bin 这个是我们配置前进行的工作 当然 由于我们RuCkeeper做H1 是不是分布式的 有多台机器 所以RuCkeeper是不是要安装在多台机器上 所以如果你这个地方配置了 RuCkeeper的RuCkeeper Home 以及它的Bin 放在Path中 你是不是要通过SCP 拷贝到 其他的目录下面 就是其他机器 相应的目录下面 对吧 同样的目录下面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 我现在看一下大家的屏幕 大家能否看清楚我的屏幕 可以是吧 RuCkeeper单独安装 RuCkeeper跟我们的Hidoop 跟我们的Spark 没有任何关系 OK 当然你在生产环境下 你肯 你肯定要 使用一下具体工具 我们这边要安装一台 然后你使用SCP就行了 就是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Master上 安装了RuCkeeper 然后你通过SCP 要拷贝到其他 你想安装RuCkeeper的机器上 我在这里是 在Work1和Work2上 也安装了RuCkeeper 也就是说 我们 此时给Spark做HIS 是符合生产环境下的 三个Master的 分布式的状况的 OK 对 好 我把这字体放大一点 对大家提建议的时候 多提一些改进性建议 例如说 刚才我们有朋友说 把字体放大一点 这就是很好的建议 对吧 你应该贡献 这个对大家和对自己 有价值的能量 这个SCP值的拷贝 我就不说了 然后我们进入RuCkeeper 但你现在不会拷贝 就是你会首先完成 一台机器的配置之后 你再进行拷贝 只不过是 刚才说的那个拷贝 是你想要把那个 BashRC拷贝到 在我这边就是 Work1和Work2 我们这边 SSH登录一下 Work1 这样我们可以看见 所有的细节 OK 大家看一下这个Work1上 是不是有RuCkeeper Home 是的 OK Path 是不是也有这个内容 是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看看 Work2 我们现在是用三台做H&A 我们是用VIM OK 在这边 你是不是也看见 RuCkeeper Home 然后也看见Path 有RuCkeeper Home 下面的Bin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 解压之后 立即做的SCP拷贝 我们 我没漏过任何一个步骤 现在我们就进入 Master上的 RuCkeeper 在这里 大家要注意 此时 你要创建两个目录 一个是logs目录 一个是data目录 因为 我们要 指定data directory 和data log directory 但此时 你也可以不指定log 但是 我们在生产环境下 都会指定log 你具体说在什么地方吗 OK 这两个目录 这个就通过MKDIR 对吧 大家都会创建 这个就不说了 下面重磅级的地方出现了 cdconf 就进入它的配置目录 配置目录下 如果你解压下来 会有一个内容叫 RuCkeeper Sample.config 这个是你默认解压之后 这名字就可以看出 它是RuCkeeper的样例 对吧 这边有TikTime等等 这些年都产生默认 但是 Data DL 这个必须修改 请问 为什么必须修改 大家想一下 为什么必须修改 这是Data DL 不错 如果你不修改 重新启动之后 会删除 所以我刚才说 你要建立个Data的目录 对吧 你必须建立Data的目录 好 它这个是一个Example 所以你就Copy一下 然后把它重明明一下 你直接就Copy到Ru.conf 我们看一下 Ru.config 大家看一下 默认的东西都保持不变 Data DL 是不是修改了 我们这边是在User Local Spark Ru.keeper 3.4.6 这就是我们安装目录 安装目录下 刚才是不是说 你通过MQDR 创建Data目录 然后这边是LogDR 创建Logs的目录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 关于数据存储的 以及日志存储的目录的配置 第二点 也是更关键的 就是你作为Ru.keeper集群 你到底有哪些Solver 我们这边说有Solver 012 显然我们是做了三台 Ru.keeper集群 OK 第一台是我们的Master机器 第二台是我们的Work1 第三台是Work2 这就后面的端口之类的 你就采用默认就行了 因为我这边都是从官方上 默认拷贝过来的 它默认肯定没问题啊 OK 好 这个就是我们配置的两个关键点 那这是配置的第一部分 配置的第二部分 我们刚才不是说 我们Solver有Solver.0 Solver.1 Solver.2 OK 这三个Solver嘛 对吧 然后你要标记每台机器的这个ID 这个时候 OK 这个时候 你要进入Data 之下 Data中 你要创建一个文件叫MyID 它原先是没有的 怎么你创建 这创建本身 你说创建文件 里面要加上它的ID ID在Master是0 这最简单的 你就直接Echo嘛 0对吧 然后大一号MyID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当然我这边已经OK了 就是已经有了 我这边就不写了 我们直接打开MyID 大家看 是不是对它的ID进行标记啊 标记不是0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 这个是0啊 这是由于 你刚才在配置文件中 你说了Solver.0 Solver.1 Solver.2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配置的两个关键点 其他方面 没有任何配置了 也就是说 在一台机器上 你已经配置好了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刚才做的事情 我们做了 其实总共从最大的步骤上来讲 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从如KB的官方网站上 下载到最新稳定的3.4.6版本 然后解压 解压之后 我们在Basheal RC 这个系统环境配置文件中 配置了Rulekeeper Home 以及把Rulekeeper Home下面的并目录 加入了PASS 之所以加入PASS 这样方便我们在任意目录下 试问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大步骤 但第一大步骤 附加的一个步骤就是 我们把 Master的Basheal RC 拷贝到其他 要安装Rulekeeper的机器上 我们要安装Rulekeeper的另外两条机器 是Work1 Work2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大步 那我们做的第二步 就是配置 Master这台机器上的Rulekeeper 那我们所做的配置 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 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 配置Rule.conf 这个配置是根据Rule SampleConf过来的 OK WIM 那在这个配置中 第一个关键项就是DataDR 当然你也可以指定LogDR 如果你采用它的TMP Rulekeeper的话 在存起的时候 数据被丢失掉 那这就太搞笑了 对吧 你认识Keeper 你本来就是保持集群状态的 转过来 在整个集群 下次存起来说 你什么状态信息也没有了 这是不是你希望看见的 肯定不是吗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我觉得这个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你下载了 直接下载了Spark之后 安装集群 OK 你存起之后 是不是一切都回到初始状态 对吧 存起之后 一切都回到初始状态 但是如果你使用了Rulekeeper的话 来保持集群的这个Workers Applications Drivers 等这些信息的话 你存起之后 它可以把上一次集群 运行的所有信息都帮你 自动恢复过来 对吧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好 我要再次强调一下 就是Rulekeeper的安装和Spark 没有任何关系 和Hidoop也没有任何关系 只不过是做Hidoop或者Spark 例如说Hidoop HDFS 你想做HA的时候 你任何Rulekeeper而已 现在Spark计算框架 要做HID 你任何Rulekeeper OK 那你在什么地方 要任Rulekeeper 你就要在哪台机器上 去安装Rulekeeper 我们现在说 要在Master这台机器上 任何Rulekeeper 所以你要在Master 这台机器上安装Rulekeeper 当然 我们做了三台HID 那你在Worker1和Worker2上 也要安装Rulekeeper 所以 这个作为我们配置的 这个第二步 你就指定 你的Rulekeeper 集群 是在哪些台机器之上 我们这边 Solver Zero Solver 就指定具体的机器名称 后面的端口之类的 这都是默认的 你都不用管它 好 然后 我们完成了这些步骤之后 要进入第三步 第三步你们都懂的是吧 大家都懂什么 S 是不是大功告成了呢 你考过之后 是不是大功告成 大家告诉我一下是不是 当然不是对吧 是不是还要修改买ID啊 不错 我们master说ID是0 那work1 ID是1 work2 ID是2 对不对 你必须修改 否则无法进行身份识别 安装的rookable 可以作为其他观众吗 当然可以了 为什么不可以了 rookable直播社 你启动的时候 你可以让它被spark 你也可以被其他的弱 SCP 而不是 SCP这个命令 是0.6的基本命令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机器之间 不同机器单 考文件的命令 买ID在哪修改 你这边 你进入work1 刚才不说了吗 在data下面 其实你已经看见了 OK 我们看下user 我们每一步都绝对想想 我们不会漏过任何一个步骤 usure local spark 难怪 多了一个l OK 我们进入rookable 大家看他这边是不是有data 我们进入data目录 然后这边是我们id 你如果没有的话 你要创建一个 当然你拷贝之后 肯定有 如果你默认拷贝的话 这边是0 是吧 你要把0改成1 OK 那我们的work2也是这样 你可以进入work2 好 大家看一下他的myid 是不是2 好 这样 才叫 大功告成 现在 rookable的配置已经完成 我们可以启动rookable 我们现在work2上启动rookable吧 这边怎么启动呢 你要进入他的bing目录 当然我们已经把bing目录 写进系统环境变量了 使用zksolver.sh 后面要加一个命令 叫start 这个share要接收命令参数 OK 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非常清晰的看见 这边说 使用usingconfig 就是rookable.conf 这是我们刚刚配置的 然后startingrookable rookable.conf 它启动 是不是started 是的 对吧 OK 我们到work1上 也要启动 我们的rookable.conf rookable.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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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ingrookable.conf startingrookable.conf rookable.conf rookable.conf schwartz rookable.ph rookable.conf rookable.conf 平台机器上都分别正常的启动了 才能表明你的Rulekeeper安装配置成功 我们通过GPS可以看一下它的进程 这边是个PureMain 是不是出现这样一个Rulekeeper的进程 OK 你也可以到我们的Work1上去看一下 肯定也有这样一个进程 是不是 那我们也可以到Work2上去看一下 每做一步我们必须验证 尤其是大家做分布式大数据 因为它一般而言会比单机版本复杂 如果你每做一步不验证的话 假设出了问题 你可能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或者说排查问题会发挥大量的时间 OK 好 这边都没问题了 进程都没问题 好 我们回到Master Rulekeeper 没问题了 下面的问题是什么 要让Spark支持Rulekeeper模式下的HA 对吧 这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内容 其实这个非常非常简单 简单的让你感觉不可思议 Spark所有的这系统级别的配置 一般情况下 大家都会选择在哪里进行配置 我们在Conf的什么地方配置 不错 Spark environment.sh 这个文件中配置对吧 在这里面 你只需要 OK 你只需要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配置Rulekeeper的支持信息 那这个怎么配置呢 就直接Export Spark Daemon Java Options OK 这边就Spark Deploy Recovery Mode 我们把它设置为Rulekeeper 这表明一件事情 就是整个集群状态的维护 是通过Rulekeeper来维护的 整个集群状态的恢复 也是通过Rulekeeper来恢复的 也就是说 假设论Rulekeeper做了Spark的HA 假设其中 Active级别的一个Master 挂掉 Standby变成 要想变成Active级别的Master 他就要向Rulekeeper 去读取整个集群的状态信息 然后进行恢复 包括恢复所有的Workers的状态信息 所有的Drivers的状态信息 所有的Applications的状态信息 状态信息在哪里 在Rulekeeper的什么地方 我们刚刚是不是配置了Rulekeeper的Data目录 是的 好 这个是第一个关键点 然后下面 就是这个Java Options的第二个关键点 就是你要配置Rulekeeper所有的 做HA的机器了 那我们这边产生 Dspark Deploy Rulekeeper URL 大家看这边是Master 冒号2181 所以这端口 这个我们都是产生默认了 然后Worker1 2181 Worker2 2181 OK 这是关于我们这个配置的第二个小的细节 就是你在哪些台机器上运行Master 因为你要做HA嘛 那肯定多台机器上运行Master 你如果在一台机器上运行Master 那就没有意义嘛 那又有点太搞笑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说 在三台机器上 在Master这台机器上 在Worker1这台机器上 在Worker2这台机器上 好 这是配置的第二个小细节 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指定的Spark Deploy Rulekeeper DL 请问 请问这个地方的 根目录Spark 说Rulekeeper DL 和我们刚才指定的 它的Data有什么区别 大家说一下 有什么区别 我看一下大家的讨论区 OK 你看这比较聪明的 就是我们这边指定的 D Spark Dent Deploy Rulekeeper DL 它为 跟目录下的Spark 和我们刚刚 在Rulekeeper的配置 Data的目录 它有什么区别 我可以把这个考给大家 好 已经发给大家了 我看一下你们有没有正确的内容 这个HBase没有关系 OK 这个Znode OK Spark原数据 不错 这个是放Spark本身原数据的 保存Spark作业运行 那些状态等之类的东西 你可以放 就是 也就是说 这有两个不同的目录了 Rulekeeper本身有Data的目录 然后具体的管理的这个集群 例如说Spark的集群 它也有自己的目录 当然你就像Rulekeeper 要管理卡夫卡 对吧 你做Rulekeeper的 或者说管理HBase的 你是不是也要配置 自己的一些目录 对不对 不错 大家看了这个问题 大家都还是了解的 日资的一些信息 就是Spark的Rulekeeper 注册 收获的一些信息 好 这个是我们谈的 整个SparkEnvironment.sh 配置的第一个核心点 第一个核心点 分别是三点 第二点 既然你用Rulekeeper 做HA 你觉得你在SparkEnvironment.sh 中 还认不认写 SparkMaster IP 大家说 认不认写SparkMaster IP 肯定不认写 对吧 OK 所以 大家看我在这里 是不是 把ExportSparkMaster IP 等于Master 这行语句 把它注释掉了 已经注释掉了 对吧 好 那你这边配置完成之后 你是不是要把 这SparkEnvironment 这个文件 通过SCP的方式 考到 我们的Work1和Work2 肯定是的 对吧 这个大家自己考 我们可以随便 帮大家验证一个 OK 好 进入Work2 User Local Spark Spark Conf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 我们整个 RuCAPER 的第三台机器 这边是不是一样的 同样把这个 SparkMaster IP 注释掉了 然后同样我们用 Spark Demon Demon Java Options 配置 关于我们 RuCAPER的相关的信息 好 现在 配置 也都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接下来 就要干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情 就是 启动 Spark 我再次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是启动Spark 我们的配置文件 可没有指定Master 对吧 好 我们来启动 进入Sbin Stars All.sh 好 大家看一看 我们这边通过一下GPS 是不是这边有Master 那我们再进入这个Worker Worker1 也通过GPS 这边没有Master 我们再进入Worker2 GPS 这边也没有Master 下面怎么办 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说Master上面 有Master这个进程 反正你有没有指定它的IP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说Worker1和Worker2 上面有Master OK 这个测试不论重新启动 这个杀死掉进程就行了 不 他现在 他现在Master 都还没有完全起来 现在只有一个Master 你如果选举的时候 我现在只是启动Spark 集圈 我可没干其他的事情 同时是只有一个Active级别的 但是你是否还有两个Stand Band模式的 另外两个Stand Band模式的呢 OK 是这样的 我们是不是有Sleeves文件 对吧 这边 你启动的时候 从集群的角度讲 从集群的角度讲 他要启动这个 所有的这个Worker Worker向谁注册呢 是不是像Master注册 那他一看 其他所有机器上 是不是都是属于Sleeves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我觉得 就所有的问题 我们必须都 绝对谈透彻 你看这个Sleeves Worker One Two Three Four 他可没有说Master 是Sleeves 那在一个集群 一定有一个Master 对吧 所以你这边启动 来说 你既然没有说 那我就把这个Master 作为Master了 对吧 但是由于我们现在 只有一个Master 所以 所以必须到WorkerOne上 手动启动Master 也要到WorkerTwo上 手动启动Master 这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怎么启动 就StartMaster.sh 对吧 这个是我们JPS 大家看一下 Master是否启动起来了 OK 我们这个时候再进入WorkerTwo CD User Log Spark StartMaster.sh JPS 是不是也启动起来了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整个机器 舞台机器 有三个Master了 这个时候我们 从Web困置台的角度 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Master 大家其实可以看见 我的界面 因为就是上课前 我做过试验 我们现在是重新 这个是集群 重新启动的 它是不是告诉你 曾经死掉的这些Worker OK 有四个都Dead Dead OK 然后现在我们有四个都是Alive 其实就是整个集群的Worker 那我们看一下WorkerOne 8080 因为它上面有Message 我们就可以通过8080 端口访问的 这边有没有管理的集群的信息 没有 而且诸位看清楚 它的Status是什么状态 WorkerOne的Status 是Stand-by的模式对吧 WorkerOne Status 是Stand-by的模式 这个状态说得非常明白 Stand-by的模式不是说准备就绪 Stand-by的模式你可以认为 它现在是随时准备服务 但是还没有服务 就是靠边站的意思 这个翻译 当然你可以翻译成准备就绪 但实际是靠边站 OK 对等待服务 不过它现在啥也没有 备胎 这个我们确实刚刚在WorkerOne上手段起定了Master 那我们到WorkerTwo上 看一下我们的Master的信息 同学们 WorkerTwo 是不是也是Stand-by的模式 但是什么也没有 对吧 什么也没有 只有Master 有内容 而且我们重新启动之后 它告诉你 Completed Applications 这毫无疑问的说明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 集群曾经运行的原数据信息 确实是已经放弃了Ru Keeper中 当我们的Spark集群再次启动的时候 同时我们又启动Ru Keeper集群的时候 由于Spark的Master受Ru Keeper集群的管理 所以当Spark集群启动的时候 Master就是那个默认的Master 也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Master 这台机器的Master进程 它要从Ru Keeper中读取原数据 进行状态恢复 而状态包含三种内容 第一就是所有的Workers 第二就是所有的Applications 第三就是所有的Drivers OK 我们现在看见的是 所有的Workers 有曾经Dead掉的 也有现在正在活着 现在我们肯定有四个活着的机器 那这边Completed Applications 已经完成的 那这边没有说Running Applications 为什么没有Running Applications 因为我们重新启动机器 那如果有Running Applications 那就太奇怪了 是吧 你重新启动集群 结果启动之后就有个Running Applications 这个是太诡异的事件了 好 既然我们现在做了HA 我们就要测试一下 测试是不是要提交程序呀 你说提交什么程序 最最惊天的是Spark Shield 对吧 注意 此时务必注意 我依旧是Master 因为我说SparkShield 要运行在集群上 但是由于你运行在集群上 你肯定要指定具体的Master 现在它受Rewkeeper管理 做HA 你能不能直接指定说 就是我们第一台机器 或者说Worker 1 或者Worker 2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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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怎么办 当然不可以了 不能可以啊 怎么办 是不是要把三台 要做HA的Master的这个UI 都要写上 对吧 都要写上 好 大家看我的写法 Spark 这是它的协议吗 Master 7077 逗号 Worker 1 7077 Worker 2 7077 是不是 OK 前面有一个统一的Spark冒号 两个写线 后面就是你机器的这个IP和端口 然后你等会分割开来 好 按回车 这是程序 要运行的集群上 他肯定要向Rue Keeper 注意 他是向Rue Keeper 找一个active级别的 Master 他是向Rue Keeper去找 而Spark在内部分装了Rue Keeper 这个 如果你对此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 我在51CTO上发布的Spark内核天机解密 在讲Rue Keeper的HA的时候 对原码进行了非常彻底详细的解析 一定会让你听得欲罢不能 当然前提是你对Spark很了解 如果你不太了解 可能因为他基于原码级别 基于原码和原理级别的 可能会让你有点痛苦 那个Spark内核天机解密 我觉得应该是目前市面上出现的 最深入讲Spark的视频 好 现在是不是成功了 我们进入这个交付式终端了 我们看SC 这个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这个程序 Spark Shell运行的过程 注意看清楚 这个AB Client 就应用程序客服的 Connecting to Master Spark Master 7077 Connecting to Master Spark Work 1 707T Connecting to Master Spark Work 2 7077 是不是 它要跟我们三台机器连接 当然最后肯定是 只跟具体 Active级别的Master进行交互 我重复一遍 我重复一遍 最后肯定是 只跟作为Active级别的Master进行交互 只不过是作为我们程序启顿 它肯定要注册一下嘛 就是要知道有哪些Master嘛 肯定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也没发现HA有什么Run啊 是吧 展示一个作用吧 当然你可以把机器关掉一个 不过我们没有必要那么狠啊 你把这个进程关掉和把机器关掉是几乎是一样的效果对吧 OK 我们进入SparkSbin 在Master上通过Stop Master.sh 是不是关掉了当前的Master 你你有没有发现我关掉之后 立即我们SparkSbin 交付证明的中端说干什么 就是connecting to Master 7077 这个Failed 好可怜啊 然后waiting for Master to reconnect 它连不上我们当前的Active级别的这个Master了 然后它就等待被选中的Master 去连接他 OK waiting for Master to reconnect 那接下来就如Kiper登场了 对吧 如Kiper托管这个工作嘛 他就会从Worker1和Worker2 准备的Master选取一个 但选取这个不可能立即切换 我重复一下 不可能立即切换 因为有集群状态信息 有Worker's Applications Drivers 这些信息需要恢复 恢复需要时间 一般情况下 是集群规模而言 可能说需要分尊级别的恢复 那谁恢复完成变成Active级别的 谁就转过来 跟我们当前正在运行的Application中的Driver进行沟通 说 小兄弟啊 我变成新的这个Leader了 你后续有什么事情就找我 因为他是整个集群资源管理嘛 对吧 所以 这边 他failed掉之后 这边就disconnected from Spark cluster 就是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 从集群成断掉了 然后他就 如可以把就把我们选取出新的Leader 然后进去恢复 不然这边他还是再次进去尝试 去找我们的Master 然后再次failed 然后 等啊等 等啊等 我们看等了多久 我们失败的时候是21.03分11秒 然后 在新的节点到来的时候 这21.03分38秒 这边经过了27秒的时间 然后这程序告诉你 Master has changed New Master is at Spark Work1 7077 OK 告诉你 Master 变了是吧 然后 新的Master是谁 我们当前运行的程序 是不是以后 假设有资源方面的请求 或者之类的 是不是都跟新的Master 进交互 新的Master 这个资源 一定跟刚才挂掉的Master 资源是一样的 因为资源 是被Rootkeeper保存的 所以 我们处于Standby模式的Master 变成Active级别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说 非复曾经失败的Master 所具有的集群的状态的信息 而此时我们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OK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再次到Web困制台 看一看 这叫Master 8080 我们刷新界面 没戏了 I'm able to connect Why 为什么 因为你Master 进程Over了 你可以通过GPS看一下 当然这个 你肯定能想到是吧 是不是没有Master了 果然没有 那他到底选了谁 做Active级别的Master 因为我们剩下还有两台机器 两台机器上都有Master 这时候我们可以刷新Web困制台 Refresh Oh 他选了WorkerOne 此时WorkerOne的状态 Status 大家看到非常清楚 是Alive OK 而且 诸位 诸位 Running Application 我们当时是不是 有个SparkShell在运行 被切换过之后 他怎么知道SparkShell在运行 他是不知道 Rewkeeper读取原数据信息 所以我们切换之后 我们也知道 集群中有程序在运行 这 正是 你想要的 OK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Worker2 当Worker2现在肯定 还是Standby的模式 是不是 可能有同学想问一件事情 安乐老师 你把这个Master机器上 Master再启动 看看有什么效果 诸位觉得再启动 能有什么效果 会不会让Master 重新回到我们第一台机器呢 你说会不会 他如果会他有病啊 为什么说他有病呢 原因很简单嘛 你在Worker2上工作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搞一个切换呢 切换又浪费我的时间 浪费这个时间的过程中 我又不可以提交程序 你说他不是有病 是有什么呢 对吧 因为曾经有人问我 是不是说你这个Worker 你曾经关掉的那个Master 那个机器上 重新启动 Master 那客服单 重新提交程序 会交给这个Master 那这个 从我们当前集群角度 运行的角度讲 那肯定不可能嘛 对吧 我刚才说有病 是因为他既要浪费集群的资源 而且又要影响客服单的工作嘛 大家看 我们现在的Master 这台机器是不是 Standby模式的 对的 没错吧 我们要讲世界第一的课程 所以不会跟你漏掉任何一个地方的 我现在Exit 就是退出我们的交付式命令尊断 再次运行Spark 7 你看 他肯定还是连上Work 1 我怎么知道 你连上Work 1 你看一下日志就知道了 好 这个 好 已经完成了 再说你刷新一下 这个Master 想到没有Spark Shell的那种嘛 对吧 然后你看Work 1 我们刚刚是不是启动那个Spark Shell 这个时间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21点10分14秒 状态 Running Duration 36 seconds 三十六秒的时间 Completed applications 我们刚刚不运行那个Spark Shell 所以它就是Spark Shell 对吧 OK 我们已经从零 讲解到了最后 当然 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把一台机器 就是运行Master的其中一台机器 就Active级别的那个机器关掉 你可以这么干 没人当你 关掉这件事情就背后 今天的作业 就是你做好Spark的HA 把其中一台机器关掉 看看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的机制是完全一样的 它一定完全一样 只不过是你关掉之后 有一个小影响 大家说这个小影响是什么 你把机器关掉 大家说一下 这个很小的影响是什么 谁能告诉我一下 节点没了 对吧 节点没了 那你在他机上的HDFS的Data Node没了 OK 你的Worker也没了 对吧 它 它只能从其他的 其他的机器上启动相关的资源了 对吧 其实你现在少了一台物理机器 当然计算了 你没有以前的墙了 对 我们作业是做Spark HA 关掉Master 我是指关掉整个机器 你看一看 节点你只有手动恢复了 它不可能自动恢复 自动恢复了 这个是灵异事件 好 这个就是 我们谈的HA 我们可没有漏掉任何一个步骤啊 没有漏掉任何一个步骤 那下面 我切换到我们的 课件 就这个时候我已经退出了分享 就是他自己的工作原理 这个本身是非常简单 Spark Shell 为啥知道切换到哪个Master Spark Shell 知道 他当然知道切换到哪个Master 为什么他知道 大家告诉我 为什么他知道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吗 原因是 Rukeber管理你的Masters 对吧 他选取这新的 你这变成Active级别的 他当然知道 你有一个那个Spark Shell 在运行 是不是他主动告诉你 哎 小伙子 我变成老大了 你以后找资源 就找我要吧 对吧 所以 Spark Shell 知道吗 OK 讲得好 听得爽 现在只是开始 这个 因为现在我们还是谈集权层面 还没谈内部的层面 谈内部的层面 肯定听得让你感觉拍案叫绝 执行中的App不受影响 对 执行中的App 为什么受影响呢 执行的App 就Driver和Executor 当然这个是内部运行 级别的一些东西了 执行过程中跟Mestr没关系吗 你Mestr的切换 为什么会受影响呢 等待连接时间是怎么事 这个等待连接时间 这个是在系统有默认的 就是 连接本身这件事情 它如果开始有个Active级别的 如果死掉之后 它就会继续跟它存连 就是跟死掉的那个存连 直到有一个新的Mestr说 给这个Driver发个消息 说 小伙子 我变成新的Mestr了 你以后要资源找我 他就 他就做处理嘛 然后就连上新的Mestr嘛 Spark Standby Master 为什么不把数据 通过到自己的内存中 通过到内存 风险太大嘛 对吧 这心跳 对 Rulekeeper在管理Mestr 对 Rulekeeper通知 Rulekeeper完成之后 转过来通知 就成为正式的Mestr 成为正式Active的Mestr 然后转过来发消息 给Driver 注册了 Spark Standby Master 为什么 这个已经说过了 这分享太大嘛 而且每次 如果Standby Master 每次都进行同步的话 这个支部效率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你想想是不是 我每次改变一下信息 我都要在 这个Standby 同步一下 那我每次操作 岂不是 假设说 你有三个Mestr的话 你要同步两份 你觉得同步不好时间 当然好时间了 对 这样的话 Mestr越来越少 怎么办 你Mestr越来越少 这个不怎么办 那这个能怎么办 你机器挂了 就是挂了嘛 只不过是 你可以再次 你挂掉的机器 你重新可以再次启动 重新再次启动的时候 你当你在上面 也要启动Rulekeeper 对吧 然后它自动的Rulekeeper 会重新进去 分布式管理嘛 如果没有装Rulekeeper 你装了Rulekeeper 也要手蹲启动 为什么不把数据 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 你当然可以同步到内存 但是同步到内存 第一是浪费时间 对吧 这样你每做一个操作 结果在三分内存 能够同步一下 第二点就是 你这样做 其实也是有很大风险的嘛 假设你内存挂掉了 你当前active级别的 这个master内存挂掉了 可能来不及保存数据 对吧 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来不及保存数据 就数据丢失嘛 你直接在内存中 咔嚓我断电了 当然这个是极端情况 真正生产环境下 立即断电的可能性不太大 除非说 自然灾害之类的 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master存起以后 complete的交报为空 看不到已经完成的交报 master存起之后 你当然看不见了 因为你不是active级别的嘛 Spark stand by master 为什么不把Rulekeeper数据 这个我已经说过了 你是减少了这个恢复时间 但是你工作过程中 你是不是浪费了更多的时间 他会一直存在心跳 这些可以设置 那个Rulekeeper有默认的一些设置参数 我们都没设置 Rulekeeper崩溃了 那就完了 Rulekeeper现在还是比较可靠的 三代Rulekeeper是为了Rulekeeper 本身的HA 三个Spark master 是Rulekeeper选择 每台机器上 你只要做这个master stand by的模式 你肯定都要有一个Rulekeeper实力嘛 Rulekeeper做Rulekeeper 以前认为可以从worker 选举变成master 今天新生死了 原来从master stand by变成active 本来就是这样嘛 人生有几种境界 第一个就是不知道怎么样 第二个知道了 原来如此 第三层境界就是 本来就如此嘛 生产环境下 你肯定以200G的内存了 这些问题我都回答过了 对你可以 我觉得这个多多说的非常对啊 这个我 你的话我就不读啊 不存起 能动态添加节点 就你能够动态添加master节点 我觉得这个 其实也是对刚才的那个 为什么说不同步的内存 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 可以认为是论据上的一个反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这个元素 就保存在Rulekeeper中 你认为Rulekeeper的 这个分布式集群的话 你可以随便添一个节点嘛 对吧 但这个你要数据同步 机器 看我以前的视频 就知道我机器怎么配置 我看看大家 OK 好 我们再次看一张图 就Spark本身整个运行是 就是程序的运行 它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driver 一部分是executor OK 这个driver 就是驱动整个程序运行的 那master executor 就具体算数据的 就程序提交的时候 它首先会向这个master 去注册 注册之后 你driver完全启动后 它就开始分配资源 我要说明 Spark的程序 是在注册的时候 完成资源的分配的 就完成计算资源 也就是在worker上 启动executor 分配多少个core 这些东西都是在 Spark程序启动 初始化的过程中 而不是在具体的工作的过程中 完成的 这个必须明确 所以接下来 因为注册的时候 就完成了资源的分配 当然这个资源分配 是被谁管理的 有没有谁知道 当然我们这个后面 还会跟大家谈 就是程序提交给master 注册之后 分配资源给谁管理 我们谈standalone的模式 样分配的master 其实都是一致的 resource manager 就是master 对吧 你不可能说 分配过资源之后 还给master管理 不是lookkeeper 不是master 谁知道告诉我 其实也不是task scheduler OK 好 这个HAO这位 这位同学 我觉得 你应该对spark 还是蛮了解的 他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个叫 call screen scheduler backend 其实我可以修正一下 你的观点 确实是这个实例 但是其实是 这个实例 下面的spark deploy scheduler backend 就是它在指内 call screen scheduler backend 下面的指内 deploy deploy 因为我们要保证 我们课程质量是世界第一 所以你们说的任何一个关键的东西 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 deploy scheduler backend OK 对是具体实践 standalone的模式下的具体实践 那 接下来就是 driver里面的这个DAG的发分 以及DAG发分之后就交给task scheduler 我们这边standalone模式下就是task scheduler impl task scheduler impl 就通过我们的scheduler backend获得的资源 把具体的任务分配到具体的机器上 就executor上 而分配之前 它会根据这个计算的数据来决定本地性 当然这个是我们后面谈的 因为我们这一讲主要是谈 HA OK 这边就是我们driver 这边就是executor 我个人阅读了spark20个版本的原代码 我眼睛闭着就可以挑适 其实我就 我基本上根本不能挑适 看见个现象 基本上就知道背后怎么怎么论的了 这个基本的调试 同学们调试是建立的对原理理解的基础之上 你都不理解到背后的机制 你调个什么也没润 关于这个原代码之类的 包括这些我看20个版本原码的分享之类的 我都会在我们的IMF大数据 IMF传奇行动的会员砖 跟大家详细分享 他们每个人都报名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报名 好 报名是3980块钱 其实我们在PPT中也说得很清楚 就大数据IMF行动 它的核心是全程真实在线 价值千万的spark 超大型大数据项目 那我会亲自带领 所有的IMF成员 从零起步完成整个项目 从此以后全世界任意的大数据 只要做spark的大数据公司 你进入之后你都会被认为 看出是spark高手或者大卡 做一切spark项目没有任何问题 那你进入任何公司都没有问题 团购价是吧 这个价值千万元 项目价值千万元 团购你们有五个人是吧 五个人可以团购 在这里既然你们这么热情 我在这边就直接给你们打九折 直接给你们打九折 可以直接发新浪微博信息给我 或者说发QQ或者微信 我的微信是1861008 6859 我要说明了 团购的原因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你今天跟我说这件事情 因为你已经不止第一次问我这件事情了 既然这么热情 那我就打九折 就3980乘以9 你们自己算 乘以90% 你自己算 而下个月是4980块钱 今天付款怎么加进来 你加我的新浪 其实这本有链接地址 就是具体信息的链接地址 我刚才之所以打折 是因为你们已经问我若干次了 大家看我给了大家一个百度盘 百度的云盘 这个就是关于我们的IMF行动的详细信息 以及详细的报名信息 你要想付款的话 最最简单的方式 最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扫描微信二维码 这边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课程绝对 每次都确保是世界第一 你要想反击这一点 你就找一个 在这世界上能比我讲 死板可更好的人 大家看这边报名的方式 你还可以通过支付宝 18610086859 直接转账给我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方式 因为支付宝现在 就是比较青春的一种方式 好这边我现在已经在分享桌面了 大家可以看见我的桌面吗 应该可以看见是吧 你在支付宝的时候 你就是刚才那个团 想申请五个人团购的朋友 你直接通过支付宝转账吧 这个所有的人转个账之后 你在支付宝直接告诉我 我就直接回复你 就怎么进入我们IMF专政群吗 对吧 3980x0.9 3582 OK 我们的项目是价值千万的 那你这个太直了 你们好像第三次还是第四次 问我是否能够团购了 我本来原先说这个不可以的 但是你们这么热情 那我的目标也是 大数据造福社会吗 他们刚才是五个人 你不能跟他一起 你可以找身边的一些人 但是至少要有五个人 我才能会给你九折的价格 你可以找身边的五个人 来报名 而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不是个通论的规则 只是今天我讲课特别开心 而大家 而大家又 听课也特别的认真 所以我在这里 说打九折 我不是说以后你 你找五个人 我都给你打九折 我可没有说这句话 我要强调一点 这件事情 可能说今天没交钱 明天你说再找五个人来团购 我就不同意打九折了 OK 这个不行了 等到这个十人 十个人 我觉得也不能 不能打八折 现在 十个我要规定一件事情 十个人以内都要打九折 十个人以内都要打九折 因为打折这件事情 是没有先例的 大家可以通过我的支付宝转账 也可以通过这边有微信二维码 扫一扫 只不过是 你如果打折的话 你就通过支付宝 大家基本都有支付宝 而像微信二维码 这3980 这个是全价 我再次强调一下 打折是今天的特例 十个人以内都会打九折 绝对不可能打八折 绝对不可能 OK 你通过支付宝转账 你可以直接给我发信息 这个大家都会用 对吧 你看一进交 一进交 一进交 钱的朋友马上就感觉不公平了 五个人以上 十个人以内打九折 第五个人不打折 OK 今天的视频 今天晚上我就会发到我们的 IMF 成员私有的这个资料群中 所有的IMF成员 今天晚上就可以获取我们的视频 而其他的朋友要想获得视频 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课程捐助一百块钱 就通过微信转账捐一百块钱 或者说完成今天的作业 写好博客在新浪微博上 爱着我 求以付费同学心理阴影面积 反正话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 打折这件事情是主要是由于同学们 就是刚才团购的 已经问过我好几次了 然后我今天讲课又特别开心 大家听课状态又特别好 可能明天根本就不打折了 也就是说你继续团购 你明天你告诉我 问不问不问我打折 我可能明天说就不打折了 OK好 我知道你是开玩笑的了 因为大家都是共同学习嘛 这个交这个钱只是一种形式相当的嘛 好大家关于我们这IMF行动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这个是二月份是变成四千九百八五月 三月份变成五千九百八 而且第二期是 就第一期的报名是一月一日到三月三十一日 第二期的报名是从四月一日开始 四月一日开始的时候是 报名费是一万九千八 一万九千八 OK 一万九千八百块钱 反正你们就直接去看这个百度盘的这个信息啊 百度云盘 现在我们的IMF成员已经超过一百人了 已经超过一百人了 那位打折的朋友 我要跟你说 就是要进行团购的这个朋友 我要跟你说明 如果你今天晚上不付费的话 明天我可能就不打折了 我是很认真地跟你说的 因为我今天心情特别开心 今晚十二点钱付钱 这是时间有效期 明天不一定了 OK IMF项目一百天 老师超大型项目是不是 有讲 项目里面肯定有机器学习 就是那个超大型项目涵盖 Spark初级 中级 高级 一切的内容 也包括所有的关于Spark Streaming Spark SQL Spark R Graphics Machine Learning 等所有的内容 也包括卡夫卡的整合等等 还Double 一大堆所有的内容 都在里面讲 我们讲完 我们做完这个项目之后 你绝对独步世界 绝对是这样 你说在Spark方面 如果说有人想在项目的 具体的能力上 比你强 这个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例如我们在里面 几乎是全球独家揭秘的 一些复杂的任务倾斜 内部的OOM 各种内部的深度优化 尤其性能优化 你在网络书籍上 看见的最多 目前全世界 所有的书籍和网络上 讲的Spark性能优化 最多只能解决 实际生产环境下的 20%的性能优化问题 而我们在那个项目中 会绝对跟你讲解 至少99% 就几乎所有的 性能优化的技巧 都会跟你讲 OK 所有的 这个有面授 这个面授 一般是企业内讯 或者公开课 你有视频更好吗 IMF成员课程 IMF每期是这样的 每期前面三个月 就是精吞Spark阶段 然后后面100天 是做项目 也就是190天 190天 大家访问这个 百度云盘嘛 然后可以看 所有的信息嘛 机器学习这件事情 你不用做任何事情 假设你真的想提前运行 自己学一下矩阵啊 矩阵加离散数学吧 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 矩阵 对 我不写了 Peter已经帮我们写了 举证加离散数学 你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是价值千万的项目 覆盖一切 我的目标就是让你 走遍天下 在任何公司中 只要做Spark 你就是大咖 大牛 核心骨干 OK 这就是我要达到的目标